大家好,我现在还是在武汉呀 这里就是湖北省人民医院 它又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今天这个视频呢 带大家一起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前两天云淡去拍了一下协和医院 很多人说是因为放假 所以没有什么人 今天是1月3号呀 来看一下 现在进来了 省人民医院感觉人很多啊 车子都是排队的 堵车堵成这样了 这里就是门诊大楼 来早了呀 一点半才开门 还有几分钟 等一下吧 进来了 不愧是省人民医院 门诊的人真多 看一下刚刚开门 就这么多人了 现在坐电梯上二楼了 前两天的视频啊 有很多网友让我去看看 拍cd的地方人多不多 我一会找一下 看看这个地方cd是在哪 找到了这里就是拍cd的地方 两点钟才开始 现在还没什么人 好 现在开门了呀 看一下 拍cd的人的确很多啊 我都排队的 刚刚看到很多人拿了那个片子啊 全都是肺部的cd 可能还是做一个cd比较放心吧 我是一直都不怎么咳嗽啊 如果我一直咳嗽 我肯定也会来做一个的 我们去发热门诊看一下吧 这边是发热门诊 感染科门诊 从这边走 高危区域发热门诊 患者通道 这边没什么人啊 感觉 只有我一个人 这就是单独的一个发热门诊 但是这边现在不让进啊 除非你是有发热的这个症状才能进去 但是也没什么人 我跟大家看了一下 刚刚从里面出来了 感觉人不是很多啊 就是那个做ct的排队比较长 门诊的话没有什么人 急救中心的话人也不是特别多 这就是现在省人民医院的一个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和关注